从19号开始 由岛内侵律媒体不断炒作 美国赠台250万剂新冠肺炎疫苗一事 试图以此证明台湾与美方关系如何友好 但是也有多家媒体援引路透社分析认为 美国此举主要是确保芯片供应链的稳定 台湾网友则表示 美国从不会做亏本生意 民进党当局又在自海 此前美国承诺向台湾捐赠新冠疫苗 75万剂 19号下午 美国在台协会称将再加码175万剂 共计捐赠250万剂莫德纳疫苗来台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随即透过推特高调证实此事 20号下午 这批疫苗已经抵达台湾 这让民进党当局兴奋不已 由岛内媒体更是大肆炒作 对此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表示 感谢美国的援助 但也不禁要问 为何当局夸口超前部署的外购疫苗 真正的到货量只有杯水车薪 他直言 民进党把牛皮吹破 却让台湾沦为疫苗乞丐 国民党明代赖士宝也在网络发文表示 民进党当局的纾困预算里 共编列了超过340亿新台币的疫苗采购预算 但迄今只盗获了70多万剂阿斯利康和30多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费用只执行了1.5% 其余全靠捐赠 如果不是台湾疫情指挥中心执行力太差 那就是另有图谋 20号 多家台媒援引路透社分析认为 台湾是重要的芯片制造地 芯片对美国多个产业至关重要 美国赠台疫苗主要是确保芯片供应链的稳定 台湾网友也留言评论 明明还有2000万剂的疫苗缺口 别人送了200万就把民进党兴奋成这样 美国从来不做亏本生意 台湾向他们军购买的破铜烂铁的钱 都可以买上亿剂疫苗了